麻煩各位呢 請您到這邊來 就是12341knoww.net這個網站 那我們今天所有資料都放在這邊 那麼各位呢 你想要進到這邊有幾種方法 標準的就從這邊會員登錄 這個是一個翻轉學習的平台 那你可以選擇 用這個 所謂的社群的帳號 用社群的帳號 但是比較不建議用FB 因為有些同學FB的這個全線 就是設的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可能會動不進來 這是一個你可以用其他的 那第二種方法 如果你想說 我想用我的E-mail註冊也可以 不只是你用學校的 比如說我有Yahoo的 有Google的 可是我就不要跟Google的整合在一起 沒關係 一樣你可以用這個E-mail的方式來註冊 那麼在這邊呢 你就按下去 你就打入你的姓名 然後E-mail 它會寄光認證信給你 這兩種是標準的方法 就比較標準的 那如果呢 你覺得 我也還不確定這個平台 我想不想用 反正就上這麼一次演習 你就來這裡 你可以當客人 好吧 你滑過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訪客代碼 你可以取得 按下去之後 就馬上取得八位數的號碼 你把那個號碼記下來 然後呢 你待我呢 加入的這個群組 加有訂閱的課程 你有做的所謂的學習紀錄 包括筆記啦 你閱讀過的教材 統統都會繼續留在裡面 好 你記得這個八位數代碼之後呢 下次就在這個地方 直接打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按一下給你看喔 來你看 按下去 有沒有產生一個八位數代碼了 好了 那我就按 我了解 這樣就進去啦 所以其實這個 雖然我們今天不是要介紹OneNote 但是呢 其實我的資料 通通通都是放在這邊比較多 那您進來之後呢 右上角這裡 因為一定有人會跟我講 老師我剛剛那個八個忘記了 所以你就看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了 你從這邊 如果呢 你進來之後呢 就麻煩你進來 先改一下個人資訊 這樣比較知道你是誰 好不好 在這邊喔 你可以打到你的姓跟名 那 如果你用這個社群帳號的 一樣可以在這邊改 這邊改了 只有OneNote裡面顯示名稱會變 跟你原本的社群帳號 沒有任何關係 好 他那邊不會更動 那一樣的 如果你忘記了 右上角有沒有還是有那個代碼 好 你還是可以從這邊 那麼各位呢 這邊改好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邊 你現在看到這個發現裡面 其實呢 這個平台不是只有我的 你還可以看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齁 所以這個是一個所謂的翻轉學習平台 那我們的資料呢 主要放在這個群組裡面 群組又有點類似所謂的班級的概念 好 就是我可以經營班級 那課程比較單純就是放教材 好 就放教材 所以你點到群組 你會發現 我們就在第一名 這樣OK嗎 就在這裡 所以呢 你進到這邊 按一下 請不要在這裡等人家開門 按一下加入好嗎 他不會自動開門 所以你按一下加入 這樣你就可以進到我們今天的 延期的所有內容裡面的 這樣了解的 好 我們今天的資料 你看講義就在上面 簡報在這裡 因為 各位人數那麼多 硬太多指導 不太好嘛 對不對 想看的自己上來看 你可以直接點進來 好直接點進來 那另外呢 我們的這個資料 就是 除了你現在在桌面上去摳的資料 如果你回去 欸你想要再下載 在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檔案 你也可以從這邊下載 所以萬一你今天沒有在桌面 不會有任何遺憾 好嗎 回家自己找 好 那還有一個 因為 我們上課過程裡面 可能大家難免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 我們這間教室 有一個白板 但是好小一個對不對 你會不會來這裡寫 如果待會有問題 會寫在這裡嗎 你也不敢寫對不對 所以 我有準備一個 你在你電腦裡面寫就好了 有問題 不敢舉手沒關係 你就在這裡寫 你知道 喔 已經有一個人進來了 這就是我嗎 哈哈 你進來之後 會是屬於匿名的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OK 那你想要講什麼就在這裡講 如果講的不該講的 我會幫你擦掉 哈哈 那你看一下這裡 你可以用文字框 你就直接 這個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那你會看到 你會發現 你看我從另外一邊來看 有一個人在寫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 我就看到有一個在寫的 即時的喔 所以 所有人都會看到 這是一個 再來呢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第二個 這個 如果你覺得 嗯 我打字不是很快 你想要用畫的 有沒有出壓的 因為有些人畫的比較好看 對不對 哈哈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 那當然萬一別人擋到你的路 或者人家寫的時候 你就繞到旁邊去嘛 不然真的 這個位置就是你一定要的 你就把它移到旁邊 這樣會的齁 好 另外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喔 如果你今天 你要的是圖片 比如說 欸你來我們家部落格 你可以順便認識一下老師嘛 右手邊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家 拍YouTube頻道 你先點到這邊 是我學習的部落格齁 那 假設你要這張圖片 你就按右鍵 複製 你也可以把它直接 控制壓力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看你的問題是什麼 反正你就可以在這裡留言啦 不用說一定要舉手 我會隨時關注一下我們 白板上有沒有同學的問題 有沒有跟大家以前上課方法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齁 好 這樣會不會加入了